我有个朋友 她在微博上写下她对工作生活情感的感悟 简短的几句话 精疲 但是非常幽默 她叫艾米 是一个特别乐观 开朗 特别积极的女孩 我觉得她比我更适合你的转眼 那好呀 到时候还麻烦姜先生您给我介绍介绍 好 没问题 到时候我会跟她说 好的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我的采访 谢谢您 您太客气了 这边请吧 最近你们销售部的业绩稳步上升 很好 我希望新品上市之后 销售量也能够保持同样的一个上升的态势 田总放心 到时候一定让你在亚洲去扬眉吐气 不过 我想提醒 你要注意多和市场部的沟通 知道吗 像上一次卖场的事情 人家市场部处理的就非常好 但同时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说明你们销售部不作为 你知道吗 其实我们销售部和卖场是直接对借的关系 有时候的确有市场部出面会比我们给利息 对了 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到前台的Rebecca 两只眼睛哭得红红的 所以我就忍不住我多问了几句 我知道 我是罵了Rebecca两句 现在的年轻人做事不用大脑也不用心 做错了事还太多不加 尤其是年轻女孩 大多是家里惯出来的 在职场上也不懂得尊敬领导 说两句就哭 情伤太低了 是 一个年轻女孩 承受压力的能力是差一点 但作为领导 你要有领导的气度 说话可以委婉一些 你想一个前台接待 两只眼睛哭得红红的 你让来来往往的客户怎么想 影响有多不好 是 我知道了 我调了的Amy 田总也没有找我谈话 为什么Rebecca的事情 她会积极地表态 至少沈总没有开除你啊 我当时吓得腿都软了 有个小辫子在别人手里 以后肯定没好日子过 不过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沈总其实对你不错啊 是啊 沈总是挺难以说摸的 反正我要升我们创意部副总监的位置 是没可能的 孙超这个小人 江湖水深 气死我了 他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我觉得他太不小心了 你怎么能确定是他呀 我掐指一算就知道是他 是 你小人 我非得扳回一程不可 吃饭吃饭 我跟你说 这都尊差我 我个咔我 吃饭吃饭 你想吃什么尽量点啊 下午呢 我去遇上一点麻烦事 才会口气不好 你就别跟我生气 不要 cells 是我 没注意自己的身份 跟你较劲了 都听公司的人说 Rebekah笑起来特别迷人 我怎么觉得你生气起来特别美呢 你是要跟我陪着才这么说的吧 被你猜对了 其实我这不就是推准的时机惹你生气 才有机会请美女吃大餐吗 那好吧 既然是你请客的话 那你来点吧 我去趟洗手间 好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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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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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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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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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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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